优优独播剧场——YoYo 详细的内容将在接下来讨论 接下来内容会涉及剧透 不喜欢剧透的观众 请酌情观看 这个作品属于所谓的幻想器战斗漫画 主人公是名叫威尔·塞尔福特的学生 他在一所魔法学院学习魔法 尽管他在理论上学习非常出色 但他本人却完全不会使用魔法 可以说是个吊车尾 在这个魔法智商的世界里 不会魔法的威尔成为了被鄙视和嘲笑的对象 尽管如此 他还是必须设法从魔法学院毕业 不仅如此他还想要成为 被称为至高的五名魔法师之一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威尔的青梅驻马 埃尔菲利亚已经成为了那五个人之一 所以他渴望成为能站在自己心爱的青梅驻马身边的人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不会使用魔法也无法获得学分的威尔 想要毕业就只能采取唯一的方法 那就是潜入地下城进行实习 通过七百怪物来获得学分 于是在这个魔法智商的世界里 一个不会使用魔法的少年 依靠自己的身体和挥舞着的剑 开始了挑战世界规则的故事 就这样故事开始了 被认为是无能的主角 因为某种原因获得了强大的力量 或者在评价体系之外 具有别的意义上的强大实力 并迅速有所作为得到了反转 然后过关斩将 这种剧情似乎是近年来少年漫画的趋势 例如《我的英雄学院》和《黑色四叶草》中 主角最初都被认为毫无力量的特长 但因为信念的强大而继承了力量 或者缺乏力量反而成为了另一种力量 这样的无能主角逐渐崛起 甚至在《成为小说家8》系列小说中 无能主角其实隐藏着巨大的力量 这类废柴崛起的故事类型颇受欢迎 从这个角度看 这部作品也抓住了趋势 这样的无能主角挑战 原本被认为不可能的事情 并努力打破壁垒 故事线自然很有吸引力 而这次这部作品有两点特别优秀 一是角色 二是谜团与伏笔 这两点是我将重点讨论的内容 首先来说说角色的部分 自然必须先谈谈主角 主角威尔真是一个性格 非常符合少年漫画的角色 一个难得的正直主角 与同时七月翻的废柴技能的主角 那种上来就是承认 自己就是要复仇不太一样 他的目标是成为最厉害的魔法师 与他最爱的青梅猪马站在一起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他必须成为与他同样的顶尖魔法师 是无可挑剔的正解目标 但是这个目标对于任何人 都是极高的目标 对于一个不会使用魔法的主角来说 更是难以实现 几乎不可能 然而他还是努力寻找突破口 为了能靠近他 而尽力去做自己能做的事 为此他得出的结论是 进入地下城打倒怪物 用这种方式提升自己 也就是靠肌肉 开个玩笑 他的目标虽然明确 这又遥不可及 但他全力以赴的努力 让人无法不喜欢这个角色 同时主角是那种会愤怒 但不会心怀怨恨的角色 威尔在学院里经常被欺负 在这个认为魔法是至高力量 会使用魔法是伟大成就的世界里 威尔不会使用魔法 却依然在魔法学院上学 因此非常不受欢迎 被嘲笑和欺负 对他来说 这当然是痛苦的经历 即便看到欺负自己的人遭遇不幸 他也会有 这又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的想法 然而尽管如此 他也不会见死不救 他不想成为那种会抛弃别人的人 因为他觉得如果变成那样 就不能站在西岸的人身边了 此外他还对那些能使用自己 无法掌控的魔法的人 依然抱有应有的尊敬 因此即使面对那些欺负他 说他坏话的人 他也无法轻易无视他们的生命 不过他也会愤怒 不是烂好人 但让他生气的并不是对自己的嘲笑 而是对他所尊敬之人的侮辱 他对此非常愤怒 甚至会不惜一切手段让对方道歉 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 一个角色愤怒的原因 往往与他的人格密切相关 为他人而愤怒 是主角性格的一大优点 对于自己他可以接受任何嘲笑 但绝不会原谅侮辱他尊敬之人的行为 虽然这种态度看起来很古典 但不得不承认确实非常好 不过仅仅主角有优秀的性格 并不足以让故事变得有趣 与主角有互动的其他角色也非常重要 就我个人而言 我认为这部作品出色的一点 就是那些看起来像垫脚石角色的人 或者说是路人角色的人 并没有被简单的处理掉 在少年漫画中 这种垫脚石角色经常出场 他们与主角发生冲突 最终被主角展示的力量所震撼 说出怎么可能或太荒妙之类的台词的情节 这种情节当然在这部作品中也有 主角会与他们交手并展示出自己的实力 但重要的是 之后故事会深入描写这些角色 他们是怎么想的 为什么对威尔抱有敌意 以及在理解威尔后 他们会如何重新面对他 这些情节都得到了细致的刻画 我个人非常喜欢这样的故事 虽然这些配角基本上都是让人讨厌的人 毕竟他们是欺负主角的人 怎么看都不会觉得他们很好 然而这些角色也是有自己的情感和思维的 他们在与主角面对面交流的过程中 发生了一些变化 这种情节非常有趣 主角是那种目标明确 不断朝着目标前进的坚定角色 而配角们通过与主角的互动 逐渐发生变化和成长 在这种角色配置上 我觉得这部作品做得非常出色 第二个吸引人的地方是 《谜团和伏笔》 这部作品的世界观设定在 人类在被结界保护的区域中繁荣发展 当人类面临灭亡危机时 五位强大的魔法师力气结界 击退了侵略者 因此成为五位伟大魔法师之一 在这个世界中代表着最高的地位 所以许多人都梦想成为这样的人 并对他们怀有崇敬之情 然而结界外似乎依然存在那些危险的敌人 而且结界有可能会被破坏 因此这些获得了伟大魔法师称号的人 希望培养出更强大的魔法师来作为战力 在这个设定下有许多令人好奇的地方 首先结界外的世界到底是怎样的 结界一旦被破坏会发生什么 虽然理解要聚集强者来对抗外敌 但为什么所有的衡量强者的标准都偏向于魔法 此外这个世界中存在被称为地下城的地方 在那里会涌出大量的怪物 并且只有在地下城里才能获得特殊材料 进入地下城对魔法师来说非常重要 现在人类需要强弹的魔法师 而地下城却恰好提供了这些培养条件 在故事的发展中还有一些组织或势力 在地下城中进行阴谋活动 他们到底是什么人 而主角威尔身上隐藏的特殊力量 也非常值得探讨 看起来威尔的存在本身就非常特殊 他所拥有的力量似乎是将魔法师和战士 及杖与剑结合在一起的力量 那么威尔为什么会进入魔法学院 如果他真的是个特别的存在 那么他与那位被称为天才 名列无荡伟大魔法师之一的青梅竹马 一起生活 是不是也有一些原因呢 这些问题让人很好奇 从而想要继续看下去 此外还有一个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设定 那就是在魔法学院上学的 所有人其实都是插身 这个设定是在某个角色的对话中被提到的 真正有天赋 真正有力量的人 在没有进入学院之前 就已经被选拔出来 直接被提升或提拔 因此那些进入学院 追求更高目标的人 从一开始大家就都是插身 无论在学院里多么优秀 也无法弥补他们的落后 这大概是在第四卷左右提到的说法 看到这个时感到非常震惊 最初看起来像是一个 关于无能主角威尔的故事 但随着这个设定的引入 意识到这并不是一个插身的故事 而是一个关于一批插身的故事 那些嘲笑和欺负主角的同学们 从整个世界的角度看 他们也是插身 这些插身之间 从冲突 互相抵触 到逐渐相互认可和信任 并最终团结起来成就一些事情 当意识到这些时 就觉得这部作品非常有趣 而且这种处理方式非常高敏 这种揭示谜团的方式 不是简单的解谜 而是通过解谜 让之前的故事焕然一新 这种效果并不容易实现 尽管我们知道 这样会让故事更有趣 但很少有作品能真正做到 而这部作品在这方面 表现得非常出色 所以总的来说 它是一部相当有趣的漫画 让我们期待 它在七月翻中的表现吧 好了 今天暂时先讲到这里 欢迎留言讨教 喜欢我们的内容 就请点个赞订阅 随时关注我们 当我欢迎带来更多精彩 多门内容 我们下期再会